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场机动驾驶考核中 这个旅采取舰艇滚装车辆方式 模拟水路输送 培养新讯驾驶员快速完成装卸载任务的能力 行军途中 凹凸路 振毁路 松沙路 以及燃烧路段等复杂环境 让新讯驾驶员压力不尽 作为一名合格的军车驾驶员 要面临各种战场环境的考验 不仅要吃好基础驾驶这份标准餐 还要吃好战场驾驶这份套餐 只有营养均好 上了战场才能跑得快 跑得稳 夜间行车 视野有限 山地道路弯曲 盲区较多 驾驶员对道路状况和行进方向的观察都容易出现错觉 驾驶员在行军过程中控制车速 谨慎操作 在夜间驾驶时 视野变窄 班长经常跟我们讲 走灰不走白 欲黑停下来 当前方呈现黑色时 可能会有陡坡或勾砍 应立刻停车查明情况 这次考核 参讯的新讯驾驶员各项基础技能在模拟战场环境中得到检验 初步具备了快速机动和战场驾驶能力 我们紧贴战场训 瞄准实战链 将训练内容向实战靠拢 按照缺什么就练什么的原则 一招一试练技能 提高驾驶员 随形多样化 运输投送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